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解放军未来或者会拥有一款2000公里射程的超远程防空导弹 这是一个听上去颇为不可思议的消息 3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中国科学家计划开发杀伤距离达20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的文章 介绍了一款主要是用来打击敌方预警机、轰炸机的超远程地对空导弹 这篇报道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内学术杂志 《中国图像图形学报》的评审论文 《香港南华早报》判断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 研发了一种杀伤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防空导弹 或者能够与卫星协同工作 理论上可以直接威胁在西太平洋上空的美军战略轰炸机和雨景机 值得指出的是西北工业大学早在2001年被美国政府纳入实体制裁的名单 限制或者禁止该校的师生向美国购买实验仪器和应用软件等等 2022年9月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证实 西北工业大学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 美国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TAO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企图涉取西北工业大学师生的个人讯息和相关文件 可见西北工业大学在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眼中的位置 几乎是顶得上解放军5个C 西工大也确实证明 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么大废周章是值得的 比如这一次披露的超远程防空导弹 南华早报声称论文中并未介绍导弹更多的细节 但是从设计的参数来看 应该是好像该效大约一年半前测试成功的 飞天一号高超音速飞行器 飞天一号是一种看起来更加像火箭的飞行器 不过一般的火箭使用火箭发动机 以液氧、液氢、煤油和甲原等的燃料作为推进剂 飞天一号拥有四种工作的状态 引射模态、亚燃冲压模态、超燃冲压模态和火箭模态 相应地 推进系统也整合了火箭发动机、亚燃冲压发动机 以及超燃冲压发动机 拥有这么多种推进模式之后 飞天一号基本是具备了在任何高度的条件之下 都能够切换最优工作状态的选择 例如起飞时采用火箭模式作推起飞 进入三马克的时候切换到亚燃冲压模态 超过五马克的时候进入超燃冲压模态 如果是执行亚轨道或者近地轨道再进的任务 火箭发动机会在这个时候点火 协助飞行器进入预定的轨道 不仅如此 飞行器在撤换状态的时间 火箭发动机同样会点火加速 起到牵人作用 使撤换过程更加畅顺思惑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进一步刺激 美国情报机构呢? 南华早报声称论文之中 研究团队是如此解释超远程防空导弹的用途 就说解放军会向目标的原直角发出警告 只有在目标没有掉头的情况之下才会开火 所以这一项技术对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 是意义重大 另外 南华早报还认为 西工大的研发团队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 解放军的要求是成本低 易生产长度不超过10米 全重不超过4吨 可以由卡车运载并发射 西工大研发团队最终拿出来的作品 长度8米 全重2.5吨 这个数据说明已经具备艦载的条件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可以垂直发射的导弹提供初始的推力 超颜冲压发动机是推动导弹进入工作高度 目前通过论文 能够获取的公开消息只有这么多 但是依然可以从这些为数不多的讯息之中推测 这种导弹如果真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很大机率确实是采用了复合推进的方式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超远程的射程 其次 飞天1号公开的时候 照片显示他头部并非普通的圆追形 而是类似东风17的承波体的结构 但是似乎是略有一些不同 证明西工大研发团队对飞行器 在高超音速状态之下的气动力学有了新的进展 最后如果确实是可以与卫星协同 证明通讯技术或者人工智能辅助制度的水平 可能比想象的更加先进 当然也有可能是意味着 中国的光学或者是雷达卫星 已经可以实时监控任何飞在天上的飞机 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说 或者比超远程防空导弹更加可怕 更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种超远程防空导弹一旦投入使用 美军目前为了突破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 几乎一切努力都化为炮影 哪怕解放军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殲20不出动 解放军都有能力 让美军的大型飞机回回在大陆2000公里之外 不敢越雷迟一步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美军至少发展了三种可以在理论上突破 反介入作战圈的战术 分别是战术一 预警机和电子战机支援 挂在了隐身巡航导弹的非隐身轰炸机 例如B-52H和B-1B 战术二是发展艦载隐身无人加油机 战时为突入了解放军防空圈的战斗机 延长航程 试机、袭击火箭军的导弹、发射车 战术三是最后B-2A和B-21的隐身轰炸机 关于战术一 如果解放军是拥有具备高超音速的超远程防空导弹 首先 这些非隐身的轰炸机 就绝对不可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 抵达预定的发射阵位 至于战术二 隐身无人加油机的性价比 在成倍增加的航程面前也失去了意义 最后战术三 或者只有隐身轰炸机还未完全失去价值 但美军如何保证在这种动摘几千上万公里的任务途中 隐身轰炸机是可以不被任何解放军的反隐身雷达发现呢? 甚至实际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超远程防空导弹要发挥出威力 意味着至少在它有效的射程之内 必须做到全天候动态监视和实时战场态势的感知 至于这一款超远程地空导弹的制度方式 科学家们表示 来自偵察卫星的实时数据 将对它进行制度和修正 在接近目标的时候 会启动导弹自身的导印头 最后在达到有效杀伤的范围的时候 引爆弹头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航空工业3月31日消息 30日7时4分 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长云AS-78 民用载人飞艇从湖北京门江河机场轻迎腾空 经过一小时46分钟的飞行之后 平稳降落在荆州沙士通用机场 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返回京门 顺利横跨两京完成首次转场飞行 这次转场飞行 全方位检验了飞艇自身性能和机组的飞行 地面的保障、空域协调等综合能力 就为后组实现长距离转场飞行奠定了基础 AS-78载人飞艇于2023年12月 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是中国首个按照飞行规范发规自主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获得型号合格证的 具有推力齿量控制功能的先进载人飞艇 最大起飞的重量4150千克 最大航程700千米 最大航时10小时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00千米 最大载人数10人 AS-78去年成功取得型号许可证的消息 在国内外反响比较好 已经有一些大的国内平台5A级的景点 前进了咨询合谈AS-78的研制 贴合中国高端消费转型升级的需求 目前已获得约20架意向订单 首达艇计划于今年年底交付 3月30日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这个标志着 华为云自算基地即将在贵安新区落地生根 根据协议内容 华为云将会全力打造全球最大领先的自算中心 以此为目标推动人工智能算力的飞速发展 据悉 自算中心作为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它的重要性在数字经济时代越发突显 自算中心所具备强大的算力供给能力 可以为企业、高校及科研的机构等 提供便捷高校的AI算力服务 未来这些机构是无需再投入巨资 自建算力基础的设施 只需要通过云端调用AI算力 便能轻松完成AI无形的训练 高性能的计算等任务 进而开发出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各类应用场景 贵州省委经济工作会上已经明确提出 要抢找人工智能封口机遇 并围绕自算、行业大模型培育、数据训练等 关键领域加快发展新则生产力 在这个背景之下 华为运自算中心的建设 无疑将为贵州省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31日公布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的区间 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增强 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8% 较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 连续5个月运行在50%以下之后 重回扩张的区间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之中 有15个位于扩张的区间 较上月增加了10个 制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 3月份各地企业工地全面复工开工 带动相关装备工需增长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 对相关行业需求预期有所拉动 制造业新动能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 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3.9% 51.6% 较上月分别上升了3.1和2.1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2022年1月以来的新高 另外消费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8% 较上月上升了1.8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继续改善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资电3610-3800、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